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美国会准许用这种豁免的方式让有一个人有犯罪记录的还可以移民美国 所以很多人申请移民申请他们只能在国外但是因为犯罪或者是因为他的过去被拒绝 然后他待在国外或者是有些人在美国已经非法黑了很久了 为什么他可以把从非法的身份转成合法甚至还可以拿到绿卡 基本上要是你可以证明要是你不在这里你在美国的这个immediate relative 你在美国的这个美国公民或者是拥有绿卡的这些亲友 对他们来说会造成他们极大的损失极大的伤害 那么美国这个国家为了要保护自己的人民那他们就豁免你的过去 让你来美国帮助他的人民生活过得好一点 但是像这一类有一些黑记录的这些人群 那应该也不是所有都可以比方说他要杀人放火这种的话都会有问题 还是要看他每个人的情况的 对移民官当然也会去衡量你过去的犯错 多久以前犯的多么的严重判刑判了多少 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是真的是假的还是你是被误判 然后你到美国来你到底是要帮谁做什么事情 要是你只是需要过来照顾你的老妈妈 因为她身体不舒服然后她请不了用人 那对美国来说你不是多大的一个帮助对不对 所以他们会做一个总和的一个衡量 那基本上就是说过去有不良记录的这些人的话要移民 他要通过豁免的方式还是看个案而定 那包括可能原来用了假文件对不对 比方说用了假的学历证书 或者你曾经撒谎过的这些客人的话 都会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张律师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怎么样子生动的试用这个豁免 好我们来听故事学经验 我们最近有一个成功案例 陈律师你来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好的因为我跟这位客人接触比较多 他情况很熟悉 就是这个听起来的话有一点点的就是说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那位客人的话他其实是大概三十几年前去香港 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呢 他在超市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 被超市认定说有盗窃还进了警局 但是因为过去很多年了嘛对不对 他到时候他在零几年的时候呢 在申请旅游签证的时候 就根本不记得这回事情了 所以他就没有说有任何的不良记录 那结果到前两年的时候 他的兄弟姐妹移民终于排到了 好那在最后在领事馆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就查到了 那查到之后说 你有原来三十几年前你有这个犯罪记录 好你不说隐瞒了 所以呢就最后变成说有两条 一个是有刑事记录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说你虚伪陈述 故意撒谎 就变成说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没有后面的话 是绝对进不来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同情他 因为你有时候犯个小错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话可能真的是 就是说是不记得 不是说故意要欺骗的 那他在美国的话 有一位八九十岁的老母亲 你说老母亲怎么可能还要回到那个 中国大陆或者香港去看他呢 所以那位妈妈的话 他就一直想念这个女儿 觉得很亏欠他 为什么 因为当初的话都是妈妈的话 可能觉得说自己照顾不周 让女儿有这个情况 也没有及时帮他解决 对吧 所以我知道 就是后来张律师的话 是用了极大困境 来帮这个客人 最后申请成功的 对对对 所以前后应该是花费了 我记得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了 对对 我还加速了来成功 那很多人都会问 他们几乎是不可思议 因为你要证明 这位申请人 他不在美国 不照顾这妈妈的话 这个妈妈会有极大的困境 那通常我们做这种豁免 人都是已经在美国 都比如说配偶 他们都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突然要把先生和太太 把他分居两国 那样子的话当然非常的伤心 或者是小孩子都没有爸爸妈妈了 那样子那当然很困境 那这位八十几岁的老妈妈 和他这位女儿 都已经这么多年没有相见了 都都在一起了 你怎么样证明 不在一起的话 会造成这位妈妈的一个极大困境 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我记得 因为他们其实母女的话 应该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而且中间的话只是陆陆续续 比方说他以前的话 有那个探亲签证 然后偶尔隔几年的话 才飞过来看妈妈一次 那现在的话 妈妈的话呢 已经到了就是说疾病缠身 有可能的话 而且我记得他家人 就非常非常伤心 说可能妈妈的话随时都会走 那如果是不是 连女儿不能来的话 最后一遍都见不到 因为他被发现这个事情之后 他原来的那个旅游探亲签证也没有了 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途径 可以进到美国 所以当他知道说这个豁免批准之后 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对非常激动 所以我们最后的成功的秘诀呢 其实帮妈妈写了这个一个遗嘱 然后一个她最后的一个愿望 然后她多大的对她来说 她多大的一个这个regret 要是见不到女儿 要是见不到女儿 然后是因为她的 妈妈认为她自己的过错 那这个心理负担 然后造成她过世 对不对 这种方式来证明美国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人民 为了保护她自己的妈妈 美国为了让这位母亲 有一个最后的 跟她自己小孩子见面的最后一次 来原谅这个小小的一个过错 说实在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过错 对对对对 当然也是需要花这一年多的时间 有很多很多的文件去陈述 不过到最后还是家庭团聚 对对对对 这个的话真的是非常难得 不是说普通的那种夫妻的这种weaver 对对对对对 抱头痛哭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好那刚刚我们的话 分享了一个很特殊的案例 当然在实际当中的话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形 对不对 比方说有些客人的话 他曾经有经济犯罪 其实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可能因为一些时代的缘故 那有些的话呢 他可能就是使用了一些假的文件 但是呢可能他不是说非常恶意 好那这些情况出事之后的话呢 都会要经过豁免 那我们每家的情况的话都不一样 所以呢到时候的话都需要各样分析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移民豁免讲座 下一期的话呢 我们会介绍非移民豁免 又是不同的情况了哈 那今天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收听 再会 拜拜 可以申请这个豁免 OK 我在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我在说一下 OK 我在说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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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